当熟悉的雪女在此想起 你脑海里的DNA动了吗 有人说这部动画开启了她的音乐梦想 有人说这部动画让她开始向往爱情 然而时至今日 我觉得这部动画所承载的 是我们单纯美好 却又再也回不去的青春 本期经典回顾系列 老妈就来追忆这部 国内校园音乐题材动画的鼻祖 我为歌狂 2001年上海美影场 零号上海电视台 共同推出了52集大型动画联系剧 我为歌狂 这部动画在当时可以看中 为扩大中国动画受众群体的伟大尝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这之前 国内比较主流的动画 都是类似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蓝皮鼠和大脸猫 孩儿兄弟等这种敌友教育类 因此就导致在许多家长眼中 动画片只是少年儿童的专属 但实际上作为产出过大楼天空等 众多优秀作品的上美场 是完全有能力制作一些更有内涵 风格也更加多样的作品的 比如早些年的九色录 环游地球八十天等等 再加上那个年代 国内动画市场 正遭受着外来动画的猛烈冲击 上都是新史 龙珠 广南高手 名侦探柯南等 太多优秀的外来作品 占据了越来越多国内观众的视野 国脉已经到了必须主动求变的时候 于是上美场站了出来 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我为歌狂的画风 完全不同于上美场之前的所有作品 他进行了当时日漫里最流行的元素 将青春 梦想 热血 校园情感等 全部融进了动画里 但他又保留了 那个年代国内校园的特色 比如令人怀念的课剑操 被文化课压到喘不过气的同学们 然而这种 看似有些激进的做法 让我为歌狂 在当时的评价 呈两句话 有人直言不讳地说 我为歌狂 就是国内版怪难高手 一个人受不了 这种不太成熟 看起来像PPT一样的画风 更有家长吐槽 里面有早恋叛逆的剧情 强烈要求电视台进播等等 如今时过境前 我为歌狂在豆瓣上 依然有着8.4的高分 这足以说明 当年的那些缺点 并不影响 他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 而这部动画 也成就了当时一位少年歌者 如今已是歌坛巨星的胡言兵 很难想象一个未满18岁的男孩 能够将有梦好甜蜜 这样的歌曲 真实的如此完美 这张音乐大碟 当年狂销60万张 让胡言兵一跃成为 学生一族最下来的歌手之一 好了 说了这么多 下面就跟着老妈一起 来回顾一下 我为歌狂的故事吧 在一个平静的早晨 南华高中的学生们 正一如既往的 在老师的乖宝宝 没尊严 可不 没尊严的带领下做早操 突然广播里的音乐 戛然而止 取而代之的是 隔壁女子高中 Happy Day的歌 原来这是南华高中校草 楚天歌 连和她的谜底 盖世爱干的好事 接着所有学生 都跟着动感的旋律舞动起来 就连一向乖巧的三好兄从容 也一个人躲在广播室里尬舞 正当同学们心智高昂之时 教导主任的卢花 切断了广播电源 向远又重新恢复了宁静 然而就在龙主任 行尸问罪的时候 一个脚穿直派轮 打扮酷顺的帅哥 闯入了大家视野 他就是无数少女的梦中情人 本篇的男主 叶峰 他和天歌从小就认识 不过两人一直不对付 天歌出身音乐世家 他总认为自己的音乐才是正统 而叶峰觉得 天歌只是为了荣誉 其实内心并不是真正热爱音乐 这样的对立 还真有点樱幕和柳川的味道 龙主任把叶峰和天歌叫到办公室 调查早上的广播换歌事件 门外的盖世爱 偷偷告诉花痴朱莉莉 原来那首歌是天歌作曲 写给隔壁Happy乐队的 目的是帮盖世爱 追求乐队主唱Maggie 麦云杰 不过叶峰和天歌说什么也不开口 龙主任只好放出终极大招 请家长 这是多少人小时候的噩梦啊 放学后 麦云杰来找盖世爱 恰好楚天歌也在 竟然一起约出去吃东西 天歌本想帮自己的好机友助攻 结果聊着聊着 他居然自己喜欢上了麦云杰 尽管盖世爱很识无语 但在兄弟和旅人之间 他还是果断选择了前者 隔天龙主任为了改造不良少年叶峰 决定派品学金融的从容 每天给叶峰一对一补课 而楚天歌为了逆服龙主任 让盖世爱在老物市场 住两个人 假扮自己父母 不过不科普的是 盖世爱居然找了两个民工 来冒充天歌音乐家的父母 尽管当场没有被揭穿 但事后龙主任还是从报纸上 看到天歌父母的真容 使破了他的轨迹 晚上麦云杰把天歌和盖世爱 约在一家音乐餐厅 他向两人介绍了自己的七枚竹马 同时也是最出色的歌手 旧心发展到这儿 不用猜也知道 这个人就是天歌的死对头 叶峰 天歌气不打一出来 决定成立支乐队 向麦云杰证明 自己的音乐才华 远胜叶峰两个吊死鬼 这边天歌还在为追求麦云杰努力 另一边麦云杰却已经鼓起勇气 向叶峰表白了 然而叶峰的回答是 微妙的组件并不那么顺利 天歌好不容易才凑出经费 还找到一个韩国乔圣Cookie当鼓手 但主唱的位置始终没有合适的人选 叶峰整日沉浸在修落丛容的快感中 可渐渐他发现 自己并不是讨厌丛容 反而有点喜欢他出球的模样 正如当初年少懵懂的我们一样 而丛容在和叶峰接触后 决心抛弃外人的看法 遵从内心 他和叶峰打赌 如果自己改变乖闺女的形象 那叶峰就要加入天歌的乐队 然后咱们的童年女神正式上线了 叶峰认输 自己也彻底沦陷 就这样心不甘情不愿的 加入了天歌的Open乐队 组队完成 接下来就是各种磨合 各种比赛 一开始叶峰和天歌谁也不负谁 整个乐队一团糟毫无零距离 后来为了给曼玉杰的乐队救场 两人拿着吉他 在舞台上来得次正面PK 而经过这次较量 两人终于认可了彼此的实力 接着迎来了首届高校音乐大赛 龙主人为乐队 进行挑选的参赛曲目 呃 是这样的 天歌为了在曼玉杰那里正先印象 选择了妥协 但叶峰接受不了唱自己不喜欢的歌 愤然理对 最后在从容的劝说下 以及天歌临时更换了参赛歌曲 叶峰终于重合乐队 完成了表演 在那之后 天歌的父母得知了儿子搞乐队的事 他们认为这败坏了家族的名声 于是决定把天歌送到国外去 临走前 天歌向曼玉杰表露心意 可是被对方拒绝了 有些心灰意冷的天歌 收到叶峰寄来的蝶片 美美的旋律 欢喜了他对音乐的热爱 以前他总是靠音乐收获荣誉 享受人们的赞美和欣赏 直到离开的时候才发现 这些虚伪的赞誉和音乐本身比起来 是多么不值一提 第二天天歌一家准备坐飞机离开 这时远方传来了动听的歌声 原来是Open乐队其他成员 希望用音乐来挽留天歌 天歌父母得知这首歌 出自儿子之手 在家上看到了同学间真挚的友情 于是和天歌打成共识 同意他继续留在浪化稿中 至于叶峰嘛 因为起晚了 直到天歌回归 都还在等着个自行车赶路 乐队好不容易回到正轨 准备参加音乐大赛的时候 其中考试又给了几人当头一棒 Open乐队在莫迪考试中几乎全军覆没 想要参加比赛 必须通过后面的补考 这就行是不是和灌篮高手似曾相识啊 当然最后他们也顺利及格 并通过了出赛 你看决赛在即 麻烦时却一件接着一件 先是鼓手Cookie 给邻居小孩喵喵承路过 会在圣诞夜打鼓给他听 如今喵喵生病住进了医院 而决赛恰好被安排在了圣诞夜 就让Cookie训练时心不在意 然后是盖赛之前跟别人私签了合同 演出日期也定在了圣诞夜 如果取消演出 就要面临违约的风险 最后叶峰不得不找到自己经商的老爸 实际上叶峰从小就对父亲抱有恨意 叶峰父亲年轻时因为经商 跟崇尚自由 热爱音乐的叶峰母亲越走越远 最后父亲给了母亲自由 还把叶峰留在身边 让他五圈五挂 随着时间推移 叶峰越来越想他的母亲 父亲不知该如何面对 因此将叶峰交给了奶奶抚养 而叶峰心里认定了 是父亲赶走了母亲 还抛弃了自己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叫过爸爸 之后叶峰父亲摆平了合同的事 并在叶峰面前解释了过去的一切 父子二人终于冰尸前嫌 时间来到了决赛这天 可得冠大人们Open乐队 并没有来到舞台上 他们来到医院 兑现了Cookie的承诺 故事也在美妙的歌声中完结 而我们的青春也随之落幕了 我为歌狂 不仅是中国校园动画的先河 他也为中国动画 探索出了新的商业模式 动画中随处可见各种广告的植入 当年还演示了各种二次元周边产品 以及后来的小说 漫画 广播剧等等 对于国门的推动 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2020年 我为歌狂推出了去作 画面更加精致 画风不再是PPT 所有人也都像开了美颜一样 只是我们好像再也找不回 当初的那份激动 就好像我们的青春一样 一去不复返了 最后做个调查 你觉得动画里哪首歌最好听的 我是猫说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